我花3.4亿 公民党花不到2亿 民进党5亿 你们相信吗 我还不相信 一群骗子 您的政治现金的结余款 是三位候选人最多 所以想问一下说 你未来要怎么来做为什么样的用途 那另外的话 你也是三位候选人当中第二多 申报第二多 会不会觉得 其实选民也对你有相当程度的看好 那另外呢 您之前同台李全 叫被略营攻击说不吭声 那现在林又昌也同台李全 叫你怎么看 公民党花不到2亿 民进党5亿 你们相信吗 我这很想说一群骗子 这选举费用哪里是 你觉得有可能 我发3.4亿 国民党花不到2亿 民进党花5亿 这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样 这种制度定在那里 但是怎么让他真的是有作用 这恐怕是监裁案自己来解 我们这种 从2014年 那个连胜文的竞选费用比我还低 从那天开始 10年后又发生说 什么 什么 国民党的竞选费用比我低 民进党只比我多1亿元 我才不相信 这第一点 第二点 那个选举捷育款是这样 其实那个6千万 其实1500万是那个 那个登记总统的时候 那个保证金 所以那个时候是电缓 另外剩下4千5 4千5 他们跟我讲说 选后到现在 因为选后还有办那个 什么小草感恩会 花一花 所以我可以花了1900万 现在大概剩下 2100多万而已 所以事实上我们 也利用那个钱哦 这个要选举圣语馆 我们也开始在 我们也是这样的 台湾民众党是希望 它是一个学习型组织 所以最近也开始在办这种上课 大概 大概也许在未来的这两三年内 用来这主要在做上课用 就这样 这个是现在 哎 我跟你说 这个是这样 如果这种场合 我不会多讲什么 有时候场合他就站在你旁边 你想怎样 大家好 我是黄光晴 欢迎每周一到每周三的 中午12点到1点钟 准时锁定会洛新闻网 YouTube频道 和我们一起 中午来开会 zi疑 我们一起 嗨 来 我们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